如果大場的話 你會想要來做選家的選舉 我不會再選舉 但是我希望 這麼可愛的萬華 中正區 有一個比較好的立法委員 來取代表現非常差勁的林昌佐 我個人 我負責服務選出錢出力 但是我絕對 這個不會再選舉 我認為我講這句話是 理直而氣壯 林昌佐常常講 他說有一個團體打他 他是最優秀的立委 連續六年都是第一名 那騙力的團體就是一個 就是專門說林昌佐表現最好 但是林昌佐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把枕頭墊高一點 摸摸良心 你在外交國防委員的表現 我認為是最差的一個 沒有看過你寫過一篇跟外交國防有關的文章 沒有聽你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講過一句非常專業的這樣的話 從來沒有過 你不懂外交 你也不懂國防 你不懂中正區 你更不懂萬華區 你不懂人民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一路上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可是呢 林昌佐呢 卻把我們國民黨講得一文不明 好像他就最勇敢 然後只有他愛台灣 最愛台灣的媽媽怎麼會在大陸做生意做這麼久呢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有些人不是愛台灣 是愛台灣的錢而已啊 還有喜歡人民幣而已 所以我要求我們中正萬華的朋友們 鄉親們 萬華是一個台灣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 你走過萬華的街道 都充滿著歷史 充滿著文化 充滿著很多的 我們對先人的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感情 這樣的緬懷 所以我們一定要選出一個 最好的立法委員 來忠正萬華 來代表忠正萬華的鄉親們 來說話 來講話 所以我希望正式大家團結起來 這個來罷免林昌佐 我再說一句話 在任何的狀況之下 我林玉芳絕對不會再出來選立法委員 我只要的是希望有一個很表現很優秀 而不是人在立法院心在舞台上 有空的時候就跑去高雄大港開唱 這裡青山宮有廟會的時候 就湊一腳去唱歌 然後呢就是賣商品 我覺得這樣的人 不是我們萬華要的人 阿諾史瓦辛格我們都知道 他是個非常有名的電影明星 他當加州州長的時候 有去拍一部電影嗎 有像你林昌佐嗎 對不對 你不是一個什麼很好的歌手 那你呢 歌沒有唱好 你立法院的工作沒有做好 你想到的時候就是要拍電影 跟政府要預算 要大港開唱 跟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要預算 就是這樣 而且大筆大筆的要 所以是一個非常自私 磨除私利的一個立法委員 我覺得六年給他 他的表現如此 我覺得他應該要下台了 所以我們國民黨這次 所有的市議員 所有的里長們 大家都要團結起來 一定要讓林昌佐下台 很聰明 先不清楚 點 寯 共 喜歡 置